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醉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为王一博亮深定制的电影 是当下影院最需要的电影 今年是大荧幕高品质的一年 电影院好电影频发上映 其中关于青春、追梦的热血影片热烈 已经很久没有在大荧幕看到 这类题材的电影了 虽然我不懂街舞 但不妨碍自己被电影人物追梦的精神感动 为热爱的事拼尽全力 挥洒青春热血 只要你有所热爱 便可以从热烈中收获力量 热烈围绕国内顶尖舞团惊叹号展开 街头卖艺少年陈硕 未替家里还债每天劳碌奔波打三份工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街舞梦想 只要有时间就会勤家练习街舞 几经波折后 他加入了街舞团 最终斩获了街舞大赛冠军 在生存都困难的面前 有什么资格谈梦想 谈未来 陈硕为了生存 只能搁置对梦想的追求 但内心一直充满着不甘心 凭着一股劲 就算再累再苦 依旧没有沉浮现实 陈硕为了留在惊叹号舞团 甘愿当教练的替罪羊 因为陈硕怀着对街舞的满腔热忱 任何现实的压力也不足以令他放弃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 陈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人 机会来临时全力以赴 机会失去时坦然放下 现实中 有太多不可控的人或是 我们是无法预测未来 到底会发生什么 既然无法凭借自己意愿去改变什么 那就将注意力回归自身 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 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我们未来的路 电影热烈并不是鸡汤文 却是当下影院最需要的电影 也是在未来道路上迷茫的年轻人 最需要看的电影 只要活着 一切皆有希望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